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优酷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龚俊 我是饰演大镜太子 太子肯定是穿着 都是比较雍容华贵的 对 然后颜色搭配起来 可能也比较简单干净 帝帝子园他是在山上 他是一个精神的寄托 十年没见 对于寒夜来说 他得护住他 然后仁安乐呢 他是一个入局者 突如其来闯入寒夜的计划当中 那寒夜对他的感情也不一样了 所以他很苦 对 还有自己的很难受的点 对于宇宁 直播 他的直播里面非常搞笑 但在现场 有的时候 他对角色 因为洛明熙这角色又挺深沉 正好跟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反常 就感觉受封印了 被洛明熙给封印住了 你看了 aktuell 上색了 铃铛 Ts pho 為寒夜还一场软 还牌摇 看夏天的戏 夏天拍冬天的戏 冬天拍夏天的戏 夏天拍冬天的戏吧 家庭家还是去旅行 去旅行 火锅还是烧烤 火锅 火锅比烧烤好 鸳鸯锅还是九宫阁 鸳鸯锅呗 吃火锅为啥要跟九宫阁比 但是选择吃火锅 九宫阁就全辣吧 那鸳鸯锅吧 因为鸳鸯锅可以涮涮蔬菜吃 冰果还是小酥肉 小酥肉 如果热巴河以零修四川旅行 你是推荐的是什么 四川太多了 先去我的家乡成都吧 然后川西都行 藏区都挺好玩的 变胖还是变矮 变胖可以剪啊 变胖对啊 变矮就变不回来了 那就变胖吧 夏天一定要有空调 还是一定要有WiFi 那空调吧 我使手机流量够 那一定要有空调 还是一定要有信号 那还是要有信号 现在没信号怎么活呀 要是行业遇到工具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我带他去自驾游 吃火锅去 韩业的笑点是一还是公式的笑点 当然是我 他没什么笑点 他不会笑 也不是不会笑 这一生活得太苦了 韩业的酷点也还是公式的酷点 我俩酷点都挺高的 韩业最喜欢的武装是武装还是潮湖 我穿武装那不就是打架了没有 打仗了 这当然不希望看到 用韩业的口吻 来看优伏的网友来推荐一下 用韩业的口吻 想想啊 我身为大晋太子 异国储君 强制要求你收看安乐传 欢迎订阅 therefore 我认为你 iller